现在滑到峭壁的边缘了 不知道回头就下去了 现在走到边缘了 没路可走了 真正有善根有福的姻缘 遇到净土 怎么知道我们过去深重 深深深深曾经供养祝福如来 怎么知道 你遇到这个发门就是的 你过去是每一种相对 你遇不到这个发门 遇到发门就是的 遇到发门更信 能信 能解能行 那你就一点都不做 遇到这个发门还怀疑 还不能完全相信 你过去虽然供养祝福如来很多 还不够多 是很多了 不够多 跟人家相比 人家比你多得多了 那怎么办呢 加进补啊 怎么不发 念佛就不过来了 努力念佛 拼命念佛 就把它补足了 为什么 这一生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 我们在 我们在 往生论里的介绍过 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的 同号 你念这一句名号 就念 无量无边 诸佛名号 所以 他是决定能补得出来的 就怕你不肯补 你要肯补 一定补得出来 黄念族老巨师给我们做了榜样 你看 他往生前半年 每一天念 十四万圣佛号 那是干什么 就是教给我们这些 相信净土的人 我们的善根佛的有 真不少 但是不足 他教我们用这个方法 把它补足 这个足 就是佛在经上讲的 这个标准 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 祝福如来 得祝福如来 为神的价值 你真心真愿 佛来接应你 补足啊 我们真敢的 我们真想补啊 真想不怕时间不够啊 时间会延长 如果我们真正下定这个决心 我要把它补足 而人家说 这灾难就在眼前 没了回事情 我还没补足 等我补足往生之后 灾难再爆发 行不行 行 补足的时间 一般是多少呢 你看看 净土神仙路 往生转 一般是三年 我们祈求祝福菩萨 给我们三年时间 地球上三年不要爆发大灾难 我三年时间拼命来补 三年之后 就那么是 真的是自立的他了 那再有三年 小灾小难 不会有大灾大难 世道人心 要能够转眠过来 认足归宗 世出世间 一切善法 建立在孝亲 敬老 敬长 在这个基础上啊 今天的人 没有孝 没有敬 没有孝 就愚痴 没有敬 就是傲慢 什么都不相信 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活在世间 为什么 好像就是为了金钱 除了这个之外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多可怜了 为了金钱 这是贪啊 贪里面就有啥 就有盗 啊 贪啥 贪道 这地狱罪业了 啊 全造的是地狱 我们能有三年的时间的时候 加进念佛 万元放下 什么都不要管 什么念头都没有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啊 这个事情好事 好 你们大家去做 我看得欢喜 啊 不好 你们去做 国人因果 国人称当 啊 我们决定不交互在里头 决定我们得从这里头跳出来 啊 年底 还有很多地方人 同修好意 啊 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过里 去讲经 啊 我想了一想 我还是如如不动 我就在这里讲经 那我就在此地过里 我哪儿也不去 古人教给我们 拾尽透信 一心专念 啊 所以决定 不要要求别人对自己的恭敬供养 这个念头错了 啊 什么供养 我都不要 啊 我要的是什么呢 你们自己好好的去念佛求神经历 将来我在极乐世界看到你 那叫真供养 你们在这个世界给我任何供养 我都带不去 啊 我到极乐世界看到 你也来了 这是真供养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你 你 陀 佛 阿